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以看到当时候9月26号大盘指数杀下来 当时我们也跟他说过过高之后必有震荡 那么震荡拉回来的时候来到10257 来到半年线的一个位置区 在这个地方我敢说全市场一片的一个恐慌 大家都在发抖的一个时候 当时候我就跟他说过我说恐慌之后必将有反弹 我说恐慌之下必将有死猫跳大涨行情表现的一个机会可及 结果你可以看到这波的一个大盘 不仅一如我们的一个预期跟规划 直接就是跳跳跳跳跳上来 直接就是大涨上来 甚至今天再怎么样 再创波段新高 完全印证 Bingo 全市场唯一能够领先市场 帮你精准掌握每一波转折 或者脉动的一个领衡者 我敢说非我莫属 我相信各位应该都非常的清楚 大家都有目共睹 那么随着一个今天的一个大盘指数 在创波段新高之后 那么接下来行情 又会怎么走 我想这个才是重点 可能创下新高 可能明天在公团线上会震荡一下 但是震荡 会不会像上次这样 过高之后再溜下来 我可以告诉大家不会 你不用想太多 这次跟上一次的一个情况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在上一次10664创新高 我们说你要提防会有震荡拉回 因为当时候在什么 在苹果要随着苹果新机的发表 新机发表会怎么样 不如预期 所以在苹果不如预期 苹果的一个人会先拉回修正 当然会先动指数的一个下杀拉回 但是这一次完全不同的是 苹果的一个iPhone X 其中在10月27号开放预购 而且9月营收相关的平概股 以及上市规公司表现都非常的一个亮点 包括在不论是在全球 美国欧洲欧元区甚至台湾 采购经理人指数 9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 分分都是一个这样 攀刀的一个走扬 在全球景气 持续的一个看好不变之下 我可以告诉大家 接下来行情会完大的 为什么完大的 你可以看到 9月景气报喜 也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第四季台股的行情 你绝对不能小觑 你绝对不能够小看 短信上如果有蹲下来 我告诉你 社会以后将是你怎样 发大财的有好机会 那么怎么样来掌握 你要怎么样来掌握 因为接下来完大的 你要如何来掌握 接下来未来数倍 甚至数十倍的一个大利润 如果你有想要把握的投资朋友 那么在这个礼拜六 那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关键奖桌 11月14号礼拜六 早上老师会在中立 下午会在台北 老师会举办两场投资的一个奖桌 那这两场的一个投资奖桌 老师将来告诉你 你要怎么样来掌握 接下来的一个大利润 并且现场老师还会准备一份 大威力发达似乎的一个命迹 送给大家 如果你过去 你还没能够赚到钱 你这一次真的想赚大的 那么这一次真的是非常大的好机会 特别是这一波10257点 这一波的一个大涨上来 因为你自我的一个害怕担心 你还没有能够掌握到的话 相信现在你都还来得起 希望你不要怎么样 不要再错过 那如果说你想报名的话 你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那座位有限 报名真的要赶快 只要你有想要掌握 老师一定会来帮你 包括个股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台郡 9月营收 公布出来表现非常亮眼 很多人都说什么 i8 Plus销售不入运气 那这些都在预期之中 有什么好意外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9月份的一个营收却是怎样 再创历史新高 9月营收一举突破多少 30亿元的一个大关 那这个成绩是比上个月 跟去年同期是增加28.78% 以及42.49% 那你可以看到 今年的9月营收就已经怎么样 已经突破去年10月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高峰了 也创了历史的一个新高 而且这一次因为苹果iPhone X 拉货的一个时间地延效应的一个关系 也会使得整体的一个相关平盖股的供应链 第四季的一个营运 甚至到明年的营运都将渴望淡季不淡 也就是说从第四季到明年一月 整体相关平盖股的一个营运 将渴望持续的一个人长攀新高 那么既能渴望持续攀新高 那么台郡这一档股票怎么做 过去难得回撤108 我就跟他说过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非常好的买点 你有没有买我不晓得 你不敢买 不要紧我带回来买 为什么 最有资格跟你谈台郡的我相信 全市场只有我 包括GS夜城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台郡 我们当初我们从百元附近 4月19号百元附近 一波坐上来 包括6月1号106.5 包括110 哇 一买就是直接五成 大涨上来来到说 第144.5创新高 我也告诉大家 加码当我们怎么样 全数获利换口袋 获利换口袋目的就是等待什么 大家回居家的一个机会 那么这个机会出现了 我问你 你敢买吗 可能很多人 没比你敢 可能很多人 还是会担心 为什么会担心 纵使有买 可能买一张两张 人家说一下 不像我们 我们一出手 没什么一张两张 两成三成甚至五成 我们就是这样一波转上来 你看短短这样一波的一个反弹 就已经多少 14.3% 过去7%是一支涨停板 14.3%就是过去的两支的一个涨停板 而且啊 现在才刚刚开始 你可以看到 你不要小看 不要小看今天只是小涨0.5毛而已 你可以看到 他一举都已经怎么样 108难得好机会 然后放量上来 突破了一个什么 十字均线夜均线 那十字均线夜均线开始要怎么样 扭转向上 再加上什么 加上季线也持续向上 配合第四季的营运 持续看好 甚至火轮圈也预估 今年的一个台训 将有再赚 一个股本以上的一个人 的一个机会 既然今年的营运 持续的一个看好 那我问你啊 如果这个绝佳机会 你没有跟上 那么这个地方 还可不可以卖 当然可以 问题是怎么买 问题是这一波的一个台训 这一波大涨上来 渴望上看到哪边 我相信市场上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 会敢告诉你 如果你想知道 你想把握 来 礼拜六你来会场上 老师来告诉大家 包括的一个人 GIS业程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 GIS业程今年的一个营运表现 超乎市场上的一个预期 不仅是iPhone8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拉货 而且这一次的一个全荧幕 包括它挟着一个平板 的一个MagC 包含3D的一个FaceTouch 以及NVLCM的一个三大业务的一个成长 也代表了说 它9月份营收年增七成 第三季营收也创了历年来的一个新高 而且随着客户星期陆续的出货 它的整体营运 将渴望逐业逐季的一个走高的一个上来 你可以看到9月份的一个营收 已经都突破去年 往年的一个历史高年 今年的业趋 今年的营运 非常的一个看好 所以这场股票也是我们的代表作之一 那么之前我们从222 一路大转上来 阿布多拉一张157 10张157万 七成 七成 大家也看到了 那么我们多单全数获利了结之后 这一波GIS夜成 如疫情下差拉回来 拉回来 什么时候 可以再出手 这一波的一个GIS夜成 有没有机会 再大涨一波上去 如果再大涨一波上去的话 这一波的GIS夜成 有没有机会来挑战 试试头 想知道的投资朋友 演讲会老师来告诉大家 包含的一个细晶圆的核心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 当时候杀下来 9月29号 25.95 我问你 杀下来好多看空的一个专家 都开始在打落水 我告诉你说 哇 结果你可以看到 你去空空看 9月29 是不是最好最棒的一个机会 最好最棒的一个买点 这个地方买 上来 才几天的时间 15.4% 证据会说话 为什么我们敢买 而且一出手先买三成再说 先买三成再说 过去这一波你错过了 拉回来难得机会 当然要懂得把握嘛 那么这一波拉上来 随着一个细菌炎的一个报价的一个 涨价的一个体裁 这一波的一个合金 它有没有机会 会涨到哪里 想知道 演讲会老师一片跟大家做分享 包含的一个立凯 在美金马康普的一个大涨示范的一个带动之下 电动车相关的一个体裁 这一波创造之后 难得再度的一个拉回 这个拉回 当然你就是要懂得把握嘛 你今天你不是想要 赚更多的钱 你不是想要捡便宜 那你想赚更多的钱 想要捡便宜 今天难得拉回 再测一个月线的一个支撑 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 当然很怎么样 当然不能够错过啊 之前我们在地档布局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跟上车 那么这一波的一个拉回 相关的一个 电动车体裁的一个概念股 那这一波 它的一个怎样 后市的一个空间到底有多大 包含的一个怎样 这也是在上礼拜五的时候 老师也告诉过大家嘛 为什么 紧接着我们在上礼拜 我们带我们会员 锁定这档股票 哇拉回来很多人好害怕 结果你看 这里是不是绝佳的一个买点 我相信了 争取旅游都在这个地方 光是这样 弹上来三天时间 都已经超过两整了 你是要在这边买 还是要弹上来再去追 我相信大家都是聪明人嘛 当然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很多人可能会说 老师啊 这档股票 哇 没贪钱 对不 我也知道没贪钱 但是这个不是重点啊 重点是 人家为什么会长 它在长什么样的一个体材 不是你今天看到财报的一个数字 啊 就去说话 你今天看到很多的一个财报数字表现不错 但是今天有没有能够长上来 如果没有办法涨上来 这一切都是假的嘛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带我们会员朋友 我们所操作的股票 博腾今天大涨再重新高 真的是恭喜全国所有会员朋友 全国所有会员朋友 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就像在过去的一个立山也是一样 当时候在22块5月16号 我们买件的时候 我问你当时候的一个立山营收 有没有上来 当时候立山营收也没有上来啊 当时候立山营收也没有上来 22、23、24 哇 在那边盘整震荡了一个好久的一段时间 将近盘了两个月 很多人都说 老师啊 哇 你去股票还没记住 你去股票还在盘旋 结果你可以看到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从22到 到这次大涨上来 再创55.6元的一个新高 这样一趟多少 153% 足足让你可以开心大赚1.5倍 从22到55.6元 不过才四个多月的一个时间 不是说今天你报了一档股票 哇 要让你等一年 要让你等三年等十年 才四个多月的一个时间 一百万可以让你开心大赚一百五十万 两百万可以让你开心大赚三百万 三百万可以让你开心大赚四百五十万 五百万可以让你开心大赚七百五十万 我问你如果说还有这样的一个股票你要不要 我相信每个人都要 为什么不然为什么我们 大家在看不好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懂得领先市场 来做一个锁定 你今天你要赚 不是这种股票你才有机会吗 你想赚大的 你不是要买我跟你讲的重力才有机会吗 包括什么 雅光也是一样啊 你可以看到雅光当时候 老师不要说一月份 一月份的讯息 你可以看到一月几号 一月十七号 当时候在低档就已经怎么样锁定 现在好多人都会跟你讲一月 因为什么 一月我们已经先赚一趟 然后中间已经会盘整 你盘整一段的一个时间 你不可能自信摆在那个地方 一个真正的赢家是怎样 6月7月30号的时候 甚至老师在工商时报 我也告诉大家 雅光又来了 雅光又来了 直接就公开跟你做分享 结果你可以看到一波大涨上来多少 又是一倍以上 又是一倍以上 你也看到了 大涨上来143 拉回来的时候也撤104 好多人又告诉你说什么 黑鸡棒完蛋了完蛋了 好多人告诉你会跌了 结果怎么样又再出大涨上来 你不要小看这样一段 这样37% 这样37% 就算今天 过高之后 今天拉回做洗盘就如何 如果你今天 你买在是一个相对的低档上 今天过高洗盘 我告诉你 你根本不会担心 对吧 甚至你还会怎么样 等待老师最佳的一个出手之期 因为我们准备还会再持续大出手 所以如果说之前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不论是4月份的台郡 5月份的一个立商 6月份的重塔KY 康控KY GS的一个月程 然后再到7月份的一个神盾 创意 多了 创意 美律 还有什么 8月份神盾 勇德 位数 然后再到什么 再到合金 哇 标股一档接着一档 如果过去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这些的一个股票你错过 你还没有跟上脚步的一个投资朋友 现在你都还来得及 只要你有想要赚大钱的一个决心 来 这场演讲会 早上总理 下午台北 那 老师还会特别准备一档 看哪一档的股票 有机会再一次互置立山 或者是雅光 成功飙涨的一个模式 你想把握你想知道的投资朋友 赶快 赶快 把这个电话扑通 23219933 23219933 跟我们线上理专人员 来做好预约报名的一个动作 作为有限 报名请找 现场 老师直接来告诉你 有哪一档的一个股票 他有机会再次互置立山或者雅光 成功飙涨的一个模式 想把握的投资朋友 你就来 别人没法给你口 陈老师给你口 最后祝大家操盘 顺利赚大千 我们明天同期时间再会 拜拜